我们原来的知识体系遇到了一个困境 16世纪 欧洲人写这个百科前书 一个叫虎科的人 但是呢 这种分类方式 在未来是不是可持续的 因为学科啊 不像以前了 以前是可以直接分类出来的 数理化 数学化学物理 尽量的分清界限 现在的知识体系的界限 现在又越来越模糊 跨学科的合作越来越多 数学跟物理 有时候很难以分家 实际上跨了好几门的分类 未来啊 知识的发展 我感觉啊 可能要第二次革命 重新把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梳理一遍 很多知识都得重新再联系起来 不像以前 以前都是各自作战 分工越来越细 往前越往前推进 就好像一棵大树 不断地分叉下去 我觉得人类的知识的乐园 应该是一个 一个 类似一个盐签的东西 从任何一个方向出去 最终呢 回来构成一个盐 这种比较合理 现在是像一棵大树 不断地分开枝崖 不断地分支出去 搞得几乎所有学习知识的人 疲一分命 现在几乎任何一个行业 细分 不断地细分 细分到最后 就是最顶尖的科学家 都无能为力 也是一个挺可悲的 一个 一个现状 需要一次 支持天翻地覆的大革命 我们的人类的学习成本 太高了 比如说一个人的一生 前面的二十年 几乎都在读书 即使是如此呢 也只不过是 读完了大写 你人类最艰深的 这些知识领域 还有很长远的路 知道吗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寿命太短 知识又太多 一般一个科学家 穷尽一生 六七十岁了 该出成果的时候呢 他隔屁了 他死了 那么我们就得反思 我们对知识的学习 是不是太失败了 现在搞了一个人工智能 实现了一个机器学习的概念 就是说机器他本来不懂围棋的 但是呢 只要你给他一个芯片 给他大数据 交汇他算法 那么呢 他自然就会在 自动的运作 人工AI 那么呢 这种机器学习的方式 是不是能融入我们现代的这种 学习方式呢 我们的大脑 是不是也应该 给芯片一个地位呢 避免我们呢 从小邪到大邪之间呢 大量的 靠我们的 原先的大脑去学习的 这个过程几乎 是很严实的 已经维持了几千年 没有变化了 人类的很多知识 可能要去学习 比如说 对于道德的判断 我们人类应该学习的知识呢 有两部分嘛 一个是人文知识 一个是数理化知识 那么呢 人文知识可能机器没有办法 因为机器很能判断 杀死一个人 对全人类有利的情况下 该怎么做 到底杀还是不杀 这个东西呢 机器没法判断 交给机器判断 我们也不放心 机器就等于随随便便地 获得杀人的特权了 所以呢 人文的知识 伦理学的知识 文明的知识 还是应该 由人来传授 由人来控制 但是其他方面的 数理化知识 是不是可以用机器学习的方式 谷歌学习这个围棋 花的时间并不多 甚至是一个芯片 花四五个星期的自我学习 就可以达到一个专业取手的水平 那么我相信 我们人类的大脑呢 可能芯片化之后呢 以前需要 二三十年学习的东西呢 可能 就几个月就完成了 就可以进行深度的研究了 也就是说 至少为我们人类 节省了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很多科学家 到了五六十岁 正在出成果的时候 他的道脑已经开始退化了 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 非常可惜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压缩了前面的学习的过程 通时交易的前面的十几年 就是十二年的交易 压缩到一两年之内 人类的知识体系的发展 几乎应该可以走入新的一个快车道 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但是我相信应该在不远的未来 四五十年内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再让大多数的学生 那么投入了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数理化 学习英语 学习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知识 除了政治学 伦理学 道德 这一部分呢 确实是需要一个真人来教育之外 其他的 因为这里面带了善恶判断 价值判断了 只能有感性的人 有感受的人 去做判断 机器是没有感受力的 他没法判断善和恶 没法判断杀人 不杀人这种行为 对不对 那么呢 这部分人文交易可以保留 其他的知识类的交易 就交给机器去学习了 谢谢大家